Hello 大家好 我相信大家可能都跟我一樣 在工作和生活中都會用To-Do List 去寫下你有甚麼要做的 To-Do List就叫做代辦清單 但我不知道你們會否都跟我一樣 有時你們會忘記了你要做的事 以及不知道自己的事你跟著去變 要是否稍早之前我買了一本書 它叫做一流工作者都在用的代辦清單 我想看看在這本書裡 我會否找到一些提示可以幫助我 如果你有興趣的話就繼續看下去 阿強是一個實習生 第一次上班他的職位就是辦公室助理 但同時他也要學習如何聯繫的客戶 實習了一個星期之後 他就發現自己有點跟不上進度 雖然他也有用To-Do List 代辦清單去記得要做的事 但有時仍然未能夠在deadline前完成工作 有時也會忘記了自己的工作進度去到哪裏 他就這樣到好沮喪了 他就跟他的導師聊了一會兒 他的導師就送了一本書給他 阿強看完一本書之後就很開心 因為他知道自己進度跟不上的原因是什麼 其實就是同時他要做很多不同的工作 而每一種工作其實他的複雜程度都不一樣 有些很簡單直接的就像影印那樣 但也有一些工作程序很多 就好像要約客戶、見客戶和完成交易 如果用同一個To-Do List代辦清單去管理的話 就會很容易混淆 阿強在本書裡用了其中一個To-Do List系統 這個系統就包括了總工作清單和每日工作清單 前者就是記下他要做總共要做什麼 後者就是記下每一日他要完成的小任務 阿強就不知道自己每一日跟了去哪裏 為了要解決在期限前也完成不了工作的問題 阿強就會在他的To-Do List裡加了一個截止日期 這個截止日期就會提示他 什麼任務是他要先做什麼是可以厚一點才做的 亦都避免了錯過任務的情況 另外阿強在實踐裡也領略了兩點的缺帖 第一點就是他會把To-Do List的寬度和長度加大 裡面就可以記下很多他自己跟進的情況 他就不會不知道自己跟到去哪裏 除此之外阿強更加學會了 用不同的顏色筆去記下要記的東西 例如他會用紅色、藍色和黑色筆 用黑色筆就是記下任務的名字和截止日期 藍色筆就是記下自己做過什麼 而紅色筆就是記下其他人的反應 例如有些項目牽涉其他人給不給他 例如他想去訂房 究竟其他人給不給他去訂房 隨此之外 他都會用灰色、螢光筆去畫下 究竟他下一步是要做什麼 這樣還有什麼好處呢 就是你畫下之後 回家下班你不需要再想 今天還有什麼還要做 明天上班你也不會不知道自己的下一步是要跟著什麼 也不會錯過任何要做的事情 其實To-Do List最大的功用 就是提示我們要完成什麼工作 從而減輕了我們工作的壓力 而這本一流工作者都在用的代辦清單 是在分析失敗的原因 建立清單的步驟 保持清單運作的要決 以及各種清單系統這四方面 是為讀者提供了解決問題的方案 因為其實每個人面對的工作都不一樣 有興趣的就去參考一下 以上就是今集的內容 如果你也喜歡這類型的影片的話 就like這個影片 subscribe我的頻道 以及留言給我 按鈴鐺鈴鐺 我們下集再見 拜拜